如何确认它感应到字句的呢 就是通过拿两个瓶子来测试 然后两个瓶子的话 我们会来到这个输入点监测这里 然后我们会看这一个位置 如果我们来回的推这两个瓶子的时候 这个电眼 进瓶电眼这里一闪一闪的 一下红色一下绿色就证明它是感应到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参数设定这里 这里进瓶电眼位置九个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是灌装八个瓶子 然后我们需要让它感应九个瓶子 第九个的时候灌装 所以这里是九 然后前挡开个竖意思就是前面这个挡板 在第一个瓶子的时候就已经是 那个挡板就已经 这一个挡板已经挡住过来了 刚刚视频里面这个挡板一定要超过这一个的高度 不是超过这一个自聚的高度 不是要超过这一个高度 就是这一块这尿豆最高的时候要超过这个 这个调好之后来把这两个挡板的距离调好 调好确保它是在这个瓶口的 尿嘴是在这个瓶口的正中间的 然后我们就 这边的挡板调好 这边的挡板也需要调的 这一个 这所有的挡板都需要调的 调好这些宽度之后我们把模具放过去 然后把料斗打开 接料斗打开 再试一遍 看一下动作 退回来 打开 打开之后 看这个嘴下降 换的嘴下降 下降后平 这个就是苹果那个位置的距离 你看这上升在那边 这是上升的距离 这个数字在变化 你看这里 这个数字在变化 你看上升 这个距离 按这个到苹果位置 你看就看这上面 把这个数字塑到这上面就好了 那好了 四十里 你看吧 这个就四十里 就好了 再回远点 一下 先回一下远点 好 乖 可以 这就完成了一个罐装机的调节 谢谢 感谢观看